到底面對台鐵現在的狀況 因為傷亡數字才超乎預期 有進入比較實質性的檢討嗎 那台鐵到底行不行 行政院到底行不行呢 是馬老師 好 我們主播好 大家好 那我想是 現在就是說 我不對個別的事故做評論 那主要是針對過去我們在 行政院上一次普悠瑪事件之後 事實上已經有一個完整的檢討報告 那這個檢討報告裡面的內容非常多 可是事實上最重要的是 行政院要有一個決心 也就是說我個人會建議 台鐵本身要處理它的問題 第一件事情是 它過去的這些資產負債的問題要先解決 那麼行政院可能要將它在台鐵的虧損 跟它以前的這些退休金的問題 一併去做處理 讓台鐵本身在虧損這塊先做歸零 不然的話你一個組織 一天開門就虧損一千萬 這對整個組織本身的一個士氣跟營運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一定要有這個立即的一個動作 跟行動來處理 不然的話它會一直拖下去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對台鐵來講 它的組織太過於龐雜 那運工機電幾個不同的這個所謂的處事之間的合作 跟整合 事實上它是有困難的 所以台鐵的組織勢必要去做一個重整 讓安全文化可以落實到它們的組織裡面 那這幾個都需要行政院跟交通部 要跨部會來合作解決 那尤其是我們談到就是說 台鐵今天的這個所謂的營運的問題 那因為鐵路本身它要賺錢是非常的困難 我們從國家來講 從國際上來講 其實鐵路要賺錢都要靠它的聯合資產的開發 然後來獲利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是台鐵本身可以來負擔的 因為你鐵路的用地 你要轉型到一個所謂的工業或商業的用地 再回頭來讓台鐵可以利用這一些資產來盈利 那這裡面可能要橫跨到財政部 怎麼去處理國有財產的這樣的一個對外的招商 可能會橫跨到內政部 你對於這個土地使用的變更 那甚至就是說交通部跟台鐵內部 它也要有一些新的人才的招聘 那這些人才本身是它能夠去處理土地資產活化 也可以處理招商跟這種所謂的新型態的這個事業的 這一些能力的人才要進到台鐵裡面 所以這麼多的問題 它不是一個台鐵可以解決 也不是一個交通部可以解決 這一定是府院本身要下決心來處理 不然的話我們再拖下去 下一次的事故還是很快就會發生 因為它基本上我們在體檢報告裡面 所提出的一百多項事項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技術性問題 那結構性問題我們一定要去好好的去面對 我想這個是在面對台鐵的這個事故 我們在政府的層級在決策的層級必須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過去曾經有人提出台鐵要民營化的議題 那這個問題我想它並不是我們現在一個很優先的一個選項 台鐵其實可以比照像港務公司或者是機場公司 它可以先走國營化 國營化的話至少它在整個組織的體質上可以做改善 那工會這邊我相信他們應該也不樂見 就是說台鐵這樣子繼續沉淪下去 那我們如果在組織做過調整之後 對於員工的福利 對於員工的這樣一個權益的保障 我想這個都要坐下來談 那工會跟政府我認為這個地方應該要各退一步 就是說怎麼樣去面對我們造成一個全民的安全的威脅 我們這麼多的家庭破碎 我想今天大家所看到這個事故為什麼會反應這麼的激烈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剛剛組成提到的 我們防疫的這個成果 我們的因為疫情所傷亡的人數 都沒有這一次的事件來得這麼的誇張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不去解決這個 對於全民的運輸安全這個威脅的話 我相信台鐵工會也不樂見 政府也不樂見 所以工會這邊我認為應該是有談判的空間 那政府這邊可以拿出誠意來 我們把這個包括資產 包括員工權益的部分 真的要去好好做溝通 這個事情真的不能再拖 台鐵雖然是一千零二十五公里左右 但是你知道整個台灣包含國道 省道 縣道 加起來有四萬多公里的這個路程 難道這些是開放性的 難道就不需要做這種所謂的系統性的一個規劃 一個所謂的保護措施嗎 我認為就在於管理 重點就在於管理 因為管理的問題 那台鐵現在屬於管理嘛 就很簡單的 你旁邊要施工 剛剛你事實上講得非常好 就你要做這種防護措施 你沒有做到防護措施 然後你變成說引發了這樣一個事件之後 後面再去檢討說 到底台鐵是要民營化 還是要國營化 還是要公司化 還是要所謂的這個承包商 這個裡面的貪污等等之類的 那個都其次問題 重點是說你怎麼去管理這個問題 那現在回到台鐵這問題 剛才這幾天 大家都討論非常多 包含說德國 我們看到德國這個過去的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到德國去做那個鐵路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鐵路工藝多精湛啊 他可以跑一般的鐵路 他可以跑我們的高鐵啊 就是說時速可以到達兩三百公里以上 他也可以跑那個時速只有五六十公里 七八十公里 這種的 這種所謂的區間性的鐵路 所以說代表說什麼 人家在管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他非常精湛 第二個他的公司化 當然他的屬於網這個公司化 企業化的方式呢 已經達到達到二十多年了 從大概1994年的時候開始 德國統一之後進行聯邦化 然後底下還有很多很多這種所謂的 子公司的一個私有化跟民營化 不是做不到 而是什麼東西 人家的經驗就擺在那邊 人家怎麼去管理這東西 我們當然知道說德國的狀況 跟台灣是不太一樣 台灣是因為多山 然後又地震頻繁 然後又很多事情 但是認為這些抗這個因素 那你再看看日本 日本不是也是一樣嗎 但是日本盡量把那個所謂的 人為疏失降到最低嘛 天然因素那是天然因素 但是人為疏失的這一塊呢 所以我就認為說 我台鐵要檢討不要搞錯方向 現在比如說上一次太魯閣 上一次這個普悠瑪的事情 所以這是人為疏失 這是司機的問題 然後現在呢 你又說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的話 你這事情永遠扯不完嘛 所以是一個系統性的概念 你現在要提到說 你要做一個行控 這個系統的管理4.0 你要用5G的設備 大家都嘲笑說 第一個5G設備 現在台灣足夠嗎 現在基礎設施還不足夠 所以大家不要把那個 所謂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包含台鐵這個未來的改革方向 把它全部都只有集中在所謂的 恐固力 因為這個 這個今天在紐約時報裡面 有提到 Krubman 他有提到一個概念 他說美國這個 在做基礎設施的建設 好像共和黨 他們把那個思維都放在所謂的 只有鋼筋水泥 才叫基礎設施建設 不是 在台灣來講的話 比如說像台鐵你要改革的話 你這種基礎設施建設 是要配合 未來5G 請問一下5G的目前的基地台 5G的所有相關 通聯設備 做好了嗎 台灣還沒做好嗎 所以那整套措施 包含交通部 各部會 全部都要一起來處理了 所以我認為 這個事情都還是在人的身上 而不在所謂的天然元素 所以這個是一個脅迫 或怎麼樣之類 而是在管理的概念